人家說吃到要吃飯吃一口 吃不到要你就喝三吃一口 鳳梨就是簡易問題 那很清楚 兩岸要怎麼幫助果農 這一個簡單的生意問題 你中的不白 痛的 如果你還想在這個議題上 想要截取政治利益 那你就是一個 如果是將心比心 可以賣的東西 就因為一個檢疫問題有蟲 有蟲就自蟲 不是 你就抓這碗湯 等腳趁來領 嘿嘿 你算有夠賠償了 這就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人 那回歸到這個協議 這個協議是09年12月簽的 就是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 所以他透過這個協議來告知我方 那我們就透過這個協議跟他講 我們如何自從 那鳳梨就可以進去了 不是嗎 他現在是告訴你暫停 那既然可以談 你不談 每天在那邊 這個是刁難 這個是霸凌 那很簡單 你不是能賣澳洲嗎 你不是有薰針嗎 你可是不是可以自從嗎 澳洲的檢疫 比大陸 嚴格五到四倍 他強力的保護他們的農業 所以果不其然嘛 挑出來就知道嘛 你們要做大內宣 現在澳洲五年有買了五十六公斤的鳳梨桿 一顆鳳梨都沒有 這樣你知道嗎 不要這樣 務實的幫農民 農民是看天吃飯的 我也跟你說 很多不支持我的 他不肚子的問題找我 我全力以赴幫他 這是我們一個良心 如果你從事公眾事務 你連這種良知良心都沒有 不要再出來說那五四三 王來要洗 王來沒等人 你時間到了 他就熟了 再不走 他就會爛掉 大陸是離我們最近的 我們的貨櫃裝好了 一天就可以到達大陸的港口 所以亞樂 尤其是我們亞樂帶的水果 他含水分多 不適合長途的運輸 所以我們變成你到中東 到美加 到歐洲 我們政府你知道嗎 一公斤的鳳梨 運輸要補助幾十塊 你跟農民買一公斤的鳳梨 不到25塊 可是你運費要補助他幾十塊 那你為了要拓展市場 我們也不苛責啊 同意啊 可是有效嗎沒有效 因為你運不了那麼遠 所以最近的最大的市場 就在催筋肉筋 在我們的新國民 是因為這樣 所以也不能怪 這是先天性的問題 你說政府不打其他的市場 他沒辦法 我們也知道他沒辦法 可是他偏偏沒辦法 又講得好像一支手 很行的樣子 這是沒有必要 因為農民 他這種檢疫他是去做 譬如說我們要外銷 我們從客服用藥 再來就是伸展激素 這些大陸是嚴格禁止的 所以我們要取得那個市場 我們就要符合人家規定 出口國跟進口國 進口國就是可以要求這個檢疫 檢疫就是他們最後 我國也一樣 檢疫也是我們把關的最後一個鑰匙 我們這一道門 當然要嚴格的把關 2003年為什麼我們把泰國的紅毛丹 山竹一口就把人家禁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檢驗到有活體動物 禁了 禁了多久 17年 對不對 禁到泰國 連2016年李秀仁副總統 要過進泰國 他們都非常不善意 那到去年我們才開放 如果你們一直在講 應該是要回歸到這個貿易 自由貿易 貿易來決定 不可以政治決定 市場來決定 好 市場決定不吃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你為什麼要進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來 這是政治決定還是市場決定 所以不要講大話 務實地來面對 讓我們過好日子就好了